这是一家奇怪的客栈 老板娘把脸盆从二楼随手一扔 便能将脸盆平稳落地 店小二来厨房打水 看到厨子正在切肉做包子 店小二劝厨子不要做了 大雪天里连个鬼影也没有 做的包子不会有人吃 厨子反驳 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做买卖 果不其然 屋外传来搭搭马蹄声 掌柜比店小二还心急 一个飞身而下 急忙赶到门口迎客 客人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壮汉 手里还握着一把大刀 一看就是练夹子 刚坐下来 客人就问店小二 有没有人肉包子 店小二急忙掩饰 客官您这笑话说的 客人也不糊涂 一眼就看出这里是黑店 摆明了是来砸厂子的 争执之中 客人仅一招就将店小二撂倒 老板娘扔出一定银子 将请客人手下留情离开 然而客人却不领情 还将银子还了回去 掌柜急忙笑脸相迎 几番观察 他已认出客人的身份 江湖上臭名昭著的铁壁金眼 刘通 几人臭味相同 掌柜急忙备好酒菜 边喝边聊 酒过三巡 刘通告诉掌柜 他来这里 是有一桩大买卖 要和他们分享 今天会有一个大客户路过此地 随身带有一箱价值连城的珠宝 方圆百里 只有这么一家客栈 刘通料定 客户会在此店借宿 他让店家配合自己 事成之后五五分 原来近日巡抚海大人 衣锦还乡 虽说是个清官 但带了整整一大箱珠宝 里面有珊瑚 玛瑙翡翠 钻石 玉芙蓉 数不甚数 大雪天脸 竟有这等好事 掌柜和老板娘爽快答应 就当几人在客栈准备时 已有强盗在半路上抢先动手 他们将马车拦下 里面有一个衣着华丽的老头 还有他的两个女儿 随身还带有一口箱子 想来老头就是海大人了 两个侍卫拔刀护主 和强盗打坐一团 片刻之后 侍卫落了下风 这时 一位路过的侠客出手相助 不过几招 就将强盗打跑 老头急忙上前致谢 夹克名叫扎小玉 和几人同路 主动提出护送 老头有些犹豫 女儿小赐花 对扎小玉心生好感 抢先答应 不久 老头带着两个女儿 来客栈投诉 刘通扮作电小二 和掌柜一唱一鹤 看到侍卫抬进来一口箱子 刘通和掌柜猜测 这个衣着华丽的老头 就是海大人了 面对询问 老头也不隐瞒 声称自己姓海 然而上楼时 掌柜却察觉出不对劲 只见老头踩过的地方 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想来此人内里深厚 并非海大人 而是江湖中人 难道是江湖魔头 神边鬼王郑寿山 老头也不否认 直接承认了 紧接着 郑寿山说出两人的阴谋 掌柜自知敌不过 急忙笑脸相迎 提出合作的想法 郑寿山可没将几人放在眼里 他想黑吃黑 独吞这批珠宝 说罢鞭子就抽了过来 老板娘给两人扔来了兵器 私人打坐一团 不过几招 之前不可一世的流通 就倒地不起 老板娘和掌柜联手 也不是郑寿山的对手 先后被抽死 原来大小雌花 并非郑寿山的女儿 而是她的徒弟 身手也不弱 直接将恶人厨子结果 这时 原本分道扬镳的侠客 扎小玉走了进来 竟然向郑寿山提出合作 抢夺珠宝 分一杯羹 郑寿山怒不可遏 准备施斩鞭子 还是徒弟小刺花 替他说话 可不能恩将仇报 之前他还帮过我们 郑寿山叹了叹气 只得同意 收拾好之后 几人便在客栈 等海大人 直到傍晚 海大人还是没有出现 反倒是来了一个乞丐 看模样又脏又臭 电小儿不想让乞丐 坏了他们的好事 摆摆手 讲着将他赶走 乞丐乞丐 前不招电 后不招村的 在马棚里歇会儿也行 说完就自顾自的 蹲在了马棚里 无奈电小儿 只得由他去了 不久 乞丐忍不住 进电来讨吃的 郑寿山却没有为难他 声称 想吃多少 就拿多少 乞丐欣喜若狂 伸手去拿 却被郑寿山 用筷子夹住手 疼得乞丐哭喊娘 原来郑寿山 是为了确认乞丐 会不会武艺 得知他只是一个普通乞丐之后 郑寿山把盘子里的包子 都给了他 乞丐兴高采烈的回到马棚 狼吞虎咽了起来 这时 又来了一波奇怪的客人 原来是个赶尸匠 只见他咬着铃铛 将四具僵尸 安置在墙边 乞丐瞧见这一幕 吓得躲到了角落里 殿小儿劝对方 换一家客栈 可赶尸匠却说 自己是这里的常客 紧接着 自来熟的进了客栈 门外 乞丐在墙角边吃包子 突然发现 旁边的僵尸动了一下 于是凑紧观察 还喷了一口包子 看到僵尸没有反应 又喷了一口 忍无可忍 僵尸竟然转过脸来 乞丐害怕急了 大叫一声 叫声 惊动了店里的人 赶尸匠劝乞丐不要胡说八道 乞丐为了让几人相信自己 又朝僵尸 认了个包子 僵尸再也装不下去了 一行人将赶尸匠围住 赶尸匠还在解释 扎小玉将他识破 说出他心里的小九九 让手下装作僵尸 在门口守着 一旦海大人来到 就抢心夺得珠宝 计谋被踩穿 双方在院子里打了起来 原来这群人 是江阳大道武通鬼 扎小玉武艺高强 就算是一比武 也没有落下风 无人只好使出绝招 就是这一套非常厉害的刀阵 即便如此 无人还是被扎小玉团灭 这时 门外又来人了 来者正是真正的海大人 然而武道的盒范还没有收拾 海大人问殿小二 这是怎么回事 郑寿山抢着解释 这些都是强盗 多亏了少侠扎小玉相救 紧接着 郑寿山将海大人迎到屋里 说实话 以郑寿山的武艺 抢夺财宝 犹如探囊取物 可他担心被通缉 于是选择了在韭菜里下药 这时 一位英气十足的白衣女侠走了进来 她是来投店的 并未多说什么 而是让小刺花带自己去客房 郑寿山觉得有些奇怪 但又想不起来她是谁 此刻屋外寒风刺骨 之前被侠客 扎小玉赶走的那两个强盗 打起了马车的主意 想着将马车劫走 侍卫听到动静 和强盗打成一团 扎小玉赶来相助 这次两个强盗依然不是对手 一番对战下来 倒在了扎小玉的肩下 大厅里的郑寿山 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会来 这时 贼人三头蛇也来到客栈 紧接着 又走进来一个悲刀男 还出言 调戏了小刺花 紧接着讽刺殿晓二 在酒里加了料 正说着 门外又走进来两人 他们与先前进来的三头蛇 是一伙的 为首的是牛角男 几人围在一起 商量了一番 准备出去节奏马车 留下牛角男 守住客栈 殿晓二拿出匕首 和牛角男对撕了起来 然而却不是对手 侠客扎小玉也加入战斗 此刻院外更乱 异行人为了争夺珠宝 大打出手 扎小玉和郑寿山联手 将三头蛇解决 背刀男轻功了得 不料却被郑寿山的鞭子抽中 领了盒饭 一番较量 郑寿山胜出 刚进客栈 却发现 看守的盒饭 原来白衣女侠和海大人 是一路的 白衣女侠 是来保护海大人的 两个徒弟上前对战 然而却不是白衣女侠的对手 还未拔剑 就将两个徒弟击退 就连大刺花的脸 也被划伤 这时 郑寿山才猜出 对方的身份 钟馗娘子 张彩平 这时珠宝箱被抬了进来 张彩平却笑了笑 声称上当了 让郑寿山打开看一看 果不其然 里面并没有奇珍异宝 只是一些厚厚的书 随后张彩平 向几人解释了前因后果 海大人围观清廉 根本就没有什么奇珍异宝 原来这一切 都是张彩平 故意放出的假消息 借此 将恶人集中到客栈 一举歼灭 郑寿山又气又怒 举起鞭子 朝张彩平打去 只见他鞭法了得 一时之间 就连张彩平也连连退后 好不容易张彩平 才找到机会反击 这时 三个徒弟打算冲上前驻战 但被扎小玉拦下 原来扎小玉和张彩平 是一伙的 三个徒弟 都不是扎小玉的对手 因小刺花对自己痴心一片 扎小玉 并没有痛下杀手 此刻屋外 张彩平 正同郑寿山苦战 不得不说 郑寿山的鞭法 确实炉火纯青 就连张彩平也落了下风 危急时刻 贾克扎小玉赶来 一张彩平挡下一鞭 然而就连他也不是对手 吃了好几鞭子 鲜血直流 千军一发之际 乞丐冲了出来 砍断了郑寿山 使鞭子的手臂 张彩平趁机反击 然而郑寿山 就算是没有鞭子 武艺也很高 最后三人 借助掉在地上的鞭子 将他拖到了车轮底下 估计大鳄人 郑寿山 做梦也没想到 竟被押于马车下 动弹不得 不久 官兵赶来 将小丝花和师姐 绳之一发 贾克扎小玉和张彩平 骑着马 一同离去 小丝花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黑电 上映于1972年 类似于龙门客栈 可又风格独具 悬疑重重 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